鬥輸球搏走線中韓欣踢出局 他們是世界第一架 阿斃一球打了落網 不要緊不要緊 第二球又接不到 昨天這場爭入輪奧八強羽毛球女雙賽事 中國南韓鬥得非常激烈 雙方球員打得沒有力 一球最多打得四板 觀眾就最熱情 他有到七彩的熱情 這隊世界第一懷疑想避開出線的中國隊友 免得未到決賽就自己有打自己有 不就跟南韓鬥輸吧 試完中國兩隊女雙分別在A組和D組 想著兩隊可以齊齊守名出線 可以包辦女雙金銀牌 誰知那隊田興的組合最後一場輸給丹麥的組合 所以于揚和王曉莉 就在最後一場分組賽假裝不會打球 成功爆冷輸了0比2 不過這麼沒體育精神 奧運怎會侵你玩 他們和南韓兩隊組合 連印尼都因為未盡全力比賽 昨天被踢出局 宇揚賽後很老實承認是鬥輸球 不過解釋就說是想保留實力 南韓教練就說是中國隊消極在先 他們只會跟著這樣做 這場被評為業餘水準的奧運比賽 當然是被網民罵爆 說是最慷張的比賽 不過就不是罵球手 是罵他 說他才是始作勇者 上級啊 他們哪會有事啊 相反那8名球員就名流奧運臭屎 還弄壞了亞洲人體體壇的聲譽